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莫大Maste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eHealth Specialization的一个毕业生 所以呢我这次介绍的重点主要在于针对Maste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其中的这个eHealth Specialization如何选课以及美门课的评价怎么样 这个经验进行分享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次分享的agenda 首先呢我会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就是MIS下面三个specialization 分别是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eHealth Specialization以及research specialization 然后呢我会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就是eHealth Specialization上面的必修课 它分为foundation,lower core,upper core和capstone四个部分 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个部分包含一些什么课 每门课他会教授一些什么内容 然后以及他的考试的形式是怎么样的 来给大家学前做好一个比较充分的准备 之后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选修课如何进行推荐 以及就是我一些比较了解的选修课 比较推荐的选修课推荐给大家 那么首先呢我先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这个MIS下面的三个specialization 首先这是MIS它和这个IT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IT的主要课程都是一些跟技术比较相关的 或者是一些跟代码比较相关的课 比如说像编程前端后端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之类的课 那么IS的课和IT的课有什么不同 IS的课主要是用于衔接计算机和用户的一个桥梁 那么IS以后跟他比较对口的一个专业是 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business analyst 那么他的一些主要职责就在于采集和分析用户的需求 并把这些用户的需求翻译成就是程序员能够理解的语言 然后呢让他们去进行实现 所以这个就是IS主要的一个工作 然后IS下面有三个specialization 其中professional就是我们大家所 就是最多人去读的一个specialization 然后它主要是应用于一些比较普通的IT相关的行业 比如说互联网金融以及一些传统的行业 基本上都在这个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 然后health specialization它主要面向的行业在于澳洲的医疗行业 也就是说它研究的课题 其实也是就是人跟IT如何进行对接 研究的职能也是跟BA或者说是IT consulting 差不多的一些东西 但是它研究的对象主要是IT 就是澳洲的一些医疗上或者说是一些医药上相关的一些对象 然后research specialization它的要求比较高 如果说你们想读这个specialization的话 可能均分要达到80以上 它主要偏重的是MIS上的一些research的东西 需要要求你做大量的case 读大量的文献 以及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科研能力 好然后呢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MIS的必修课 首先呢我们来到这个Foundation的课 Foundation的课呢一共有四门 然后呢就如同你们在PPC上所看到的 一共有三门课 然后再加一门后面两门是二选一 也就是你们需要在这两门里面选择其中的一门 然后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第一门课 Database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Modeling 这个呢是一门跟数据库相关的课 它所教授的课程内容是 分两个部分 就是前半学习的部分和后半学习部分 前半学习部分主要介绍 关系型数据库的一些模型搭建 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包括 比如说什么叫做Data Modeling 什么叫做概念模型 逻辑模型 物理模型 以及它最后的范式 第一范式 第二范式和第三范式分别是什么 然后在每节课的后半部分 老师会给大家讲解这个Database上专用的一个语言 叫做SQL 这是前半学习的内容 然后后半学习内容呢 它比较的偏理论 主要介绍一些分布式数据库的一些架构 以及原理 然后呢 以及数据库之间如何进行transaction 以及做transaction的一些原则是什么 那么考核形式呢 它主要有这几个 一个是20%的小组作业 它包括一个数据库模型的搭建和数据字典的一个设计 如果你们想在这个小组作业拿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建议可以提前两到三周开始做这个作业 因为这个作业的话 老师的改分会比较严格 它是按照倒扣分机制 也就是说他会发现一个错误扣一分 发现一个错误扣一分 直到分扣完为止 因此这个作业想拿高分的话 需要保证你们整个作业是准确无误的 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 接下来是个人作业 个人作业是10到那个SQL的代码题 首先老师会给你一个case 然后case上他会把这个case对应的数据模型给你 以及那个数据库的表格也会一同给你 然后呢 他会给你提10个问题 这个10个问题里面有简单的问题 也有难的问题 然后你们需要就是写SQL代码去实现这10个问题 同样我的个人建议也是提前做 然后做完之后 你们跑到代码上去实现一下 确保他没有错 这样子的话才会拿高分 然后最后比较重要的是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它占了一个比较重的比重 它占了70% 考试的内容呢 他会考数据库的模型搭建 会考范式 会考SQL 除此之外呢 他着重的考点在于后半学期内容 后半学期内容的话 想要掌握主要是需要背PPT 因为它主要的问题是以简单的形式给出 也就是说如果你PPT上的要点能背得牢的话 能踩到点的话 基本上得分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第二门课呢 是eHealth的第一门基础课 叫eHealth and Biomedical Informatics System 这门课呢 主要对澳洲在eHealth的一个行业 进行一个宏观的介绍 它里面有包括就是什么叫做eHealth 以及澳洲一些比较普遍的eHealth的一些产品 同时还介绍了一些澳洲有关eHealth的系统 比如说什么是医院系统 什么是公立医院系统 什么是私立医院系统 就在这门课会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基础的介绍 然后考核形式上 首先是一个30%的个人作业 一共三篇每篇上10% 主要是写批判性读后感 具体作业的流程是 首先呢你们要 就是老师会指定一个topic 然后你们需要在网上搜索 跟这个topic对应的文献选取一篇 阅读之后呢 老师会给一个就是如何做批判性读后感的一个框架 你们需要利用这个框架 写三配批判性读后感 其次是一个小组作业 小组作业主要是对现在市场上的一个eHealth的产品 进行分析和评价 需要用到一些eHealth产品分析的一些框架 并且呢要做一个五分钟的presentation 建议这个作业呢是三个人 就是三个人为一个小组是比较好 因为两个人的话会比较少 然后人数多的话 每多一人会多一千字 所以就是我个人的观点是三个人的话工作量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最后是有一个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是一个take home exam 是会老师会给70个eHealth相关的名词 你从中挑选10个 然后呢在网上查阅相关的文献 然后对它进行解释 解释完之后第12周上课直接提交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门课是90059 就是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这是一门非常基础的编程课程 也是IS为数不多的编程课程之一 它主要讲解python 它是一门python编程入门语言 所谓入门语言它的含义就是说 它不需要你有任何的编程基础 它是从默认你不会编程 然后从零基础开始教你进行编程 然后主要会讲解 比如说像什么是变量 什么叫data type 什么是条件语句 循环语句 什么是list 什么是tuple 怎么写函数之类的内容 然后呢这门课也是我认为 莫大最有意思的一门课之一 它的作业主要是有个人作业 个人作业的话会有五道编程题 每到两分五到一共十分 也是建议大家提前做 然后呢第二个呢 也是一个个人作业 我这边写错了 它是这个数据案例分析 是一个个人作业 占20% 需要就是它会给一个 excel的一个csv文档 然后你需要利用这个python里面的 字典这种数据结构 做一些描述性统计学上的分析 然后呢考试有两个 一个是占10%的随堂测验 主要是考前半学习的内容 然后后半学期的内容是占60% 也就是一个期末考试 然后最后一门课呢 是 那个fundamentals of information system 它是一门二选一的课 然后呢因为我选的是这门课 所以我就对这门课的内容 进行一个主要的讲解 这门课是一门比较偏管理学的课程 它主要介绍企业中的一些信息系统的运用 它有非常大的reading 它的写作量也非常大 然后考核形式主要是 首先你要参与这个每周的tutorial 在10% 个人作业有三个 一个是hurdle case 就hurdle case是不算分的 但是你必须要做 如果你不做的话 这门课会直接挂 然后是两篇个人的case study 就是老师会发给你商业案例 然后呢你对它进行分析 第一个case是15% 第二个case是20% 紧接着是一个小组作业 占30% 就是它这个case呢 会更加的复杂更加难 需要用到东西也更加多 最后是期末考试 同样是一个个人的case study 占25% 老师会在指定的时间把case给你 然后你大概会有 48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作业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时间紧任务中的case作业 建议大家 在做这个作业的时候 尽量放在期末备考前 就是提前把它先做完 因为它这个会跟 你们期末的一些考试比较冲突 如果你们经过考试比较多的话 在做这个作业会比较的紧张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门 就是90081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主要设计的一些商业流程的一些图 比如说BPM怎么画之类的 如果你们对这个就大量做reading 大量做case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选这门课 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Lower Core Lower Core是低阶的核心课程 主要有四门 这四门都是必修课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看到这个跟eHealth相关的一些课 就是包括我刚才介绍 以及我之后会讲到的所有eHealth课程 所有eHealth的课程一共有五门课 这五门课一年只会开一次 所以大家如果要选这五门课 要确保这五门课不会挂 以及要就是在选之前 最好咨询一下你们的coordinator 了解一下就是这五门课的时间 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 首先是第一门 90050 这门课主要给大家介绍项目管理的内容 比如说什么叫做project life cycle 如何做项目预算 如何做项目的风险评估 以及如何进行negotiation 考核形式上主要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小组作 也是一个项目计划报告 它大概会用到整个学期的内容 大概会有几个part 然后每一个内容对应一个part 第二个是个人作业 做一个case study 这个case study 每个老师的要求会有些不太一样 就比如我这个学期 我遇到的个人的case study 是需要利用这个ACS的code 对这个case上的一些行为 进行一些判断 比如说判断哪些行为 是违反这个ACS code的 然后是一个期末考试占40% 这个期末考试呢 主要也是背 大家就把PPT背好 基本上期末考试也能拿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然后是第二个 90001 这门课呢 是eHealth的一门核心课 主要介绍这个 就是如何做eHealth相关的一些research 它会介绍一些做research的方法论 这个也是一个阅读量非常大的课 有很多的reading 考课形式上呢 首先是个人作业 个人作业有四篇报告 这四篇报告呢 是整个学期大概是三周做一次 三周还是两周这么做一次 然后报告内容呢 是跟tutorial相关 也就是tutorial上 老师会给你们发作业 然后会教你们怎么做 然后你们课下的话就把作业完成 小组作业的话 是technological roadmap 加一个十分钟的pre 这个作业呢 大概是三人或者两人一组 这个是个工作量比较大的作业 需要你们查很多文献 以及重点阅读一下 如何做technological roadmap 最后呢 也有一个个人作业 是你们要在那个L 就是莫大的一个学习管理系统 叫LMS上进行讨论 然后这个作业的比重在10% 下一门课是e-health另外一门核心课 主要讲解e-health的数据 模型的搭建 以及e-health相关的一些数据模型的一些准则 比如说 open year charge之类的 然后这个部分呢 的作业主要分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呢 第一部分主要是先让你设计 e-health的一些 概念模型 就是你自己需要想一个 就是e-health上会遇到的一些场景 然后你去设计它所对应需要的哪些数据 以及它的数据会出现哪些类型 第二个第二部分呢 是要用一些code 比如说open year charge 对这些e-health的一些模型呢 进行就是数据模型进行修正 会对每一个数据给一个详实定义 然后第三部分主要是设计一些 change management的问题 这三个部分加起来占比75% 然后是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是线上的回家考试 就是你们要自己在家 然后在线上做 它是大概会有选择体填空体 主要是考察一些课上的知识 当然是可以开卷的 然后接下来这门课 是digital business analysis 也是我认为一门比较有用的课 它主要讲解的是商业流程的分析 以及一些BPMN 就是如何画BPMN 如何做数据库概念模型 以及如何做use case 小组作业的话 主要是涉及BPMN概念模型 和use case的应用 然后小组作业有两个 然后第二个作业呢 它是涉及后半学期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如何做change management 之类的一些内容 然后最后是50%的期末考试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Upper Core Upper Core是四门IS比较难的核心课程 也是一些比较高阶的课 首先是这个90043 90043主要讲解的是IS里面 比较核心的一个概念叫做EA 是一些这个企业信息系统的一个结构框架 这门课呢比较的抽象 它考核呢主要是一个是小组的一个大报告 就是需要你对这个EA做一个research 第二个是就是你要在这个大报告的基础上 做一个15分钟的play 然后第三个是你要带领一次小组讨论 做一个tutorial leadership 就是你需要对这周的reading 你要先读 读完之后那你要设计一些问题来引发大家讨论 这个是比较好拿分的一个内容 就基本上你好好做的话 基本上每个小组都会给一个H1 最后是期末考试 也是比较难的 占40% 第二门是这个90077 90077主要是eHealth方向上的一些UI和UX的设计 它的内容呢主要是 就是你需要去找一个市场上 还没有的一个eHealth的一个产品 你需要发掘它的市场 然后呢就是然后设计一个APP 这里面需要用到就是APP设计的一个软件 就是Adobe XD 或者说用到其他的比如说Sketch之类的一些设计软件 它的作业首先的个人作业 25%是对现有的eHealth产品进行评价 紧接着是一个小组作业 这小组作业就需要你们设计出一个eHealth产品 包括报告 报告主要是这个eHealth产品的一些功能介绍 以及最后的一个设计稿 就是一个交互界面的一个设计稿 这个是工作量特别大的一个部分 然后最后25%是评价别的小组的一个设计 顶接着是这个90038 90038呢应该算是IS里面最难的一个课程 它需要你们对这个企业 就是在从这个战略的角度 对企业的信息系统进行分析 你们会学习各种的一个分析框架 比如说像COVID-5 考核形式呢是一个个人作业 个人作业呢就是 首先你们要对这个就是企业现有的ICT报告 进行分析进行评价 评价他哪些点做到位了 哪些点没有做到位 仅仅是一个小组作业 小组作业的话 会在个人作业的基础上 做一些ICT的governance 对这个报告呢进行一个改进 同时呢要做一个pre 然后呢是你们要画一个干特图 对小组作业 每个人的一些工作进度 做一个记录 以及对小组每个人的贡献 进行一些评价 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 然后是90076 90076的话 是这个IT Infrastructure for e-health 他主要讲解的是 这个e-health的一些基础设施 以及新系统架构 然后呢他的作业分两个 一个是两个小作业做case study 然后呢第二个是一个大作业 加一个十分钟的pre 都是个人作业 大作业的话会比较难 然后给的case也比较复杂 需要用到整个学期都学过的知识 那么接下来是这个capstone capstone呢占25学分 也就是两门课的工作量 如果大家对科研感兴趣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healthIT project 然后如果大家均分有75分 或者大家对这个想积累一下实习经验 想让自己的简历更漂亮一点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90033的一个internship 或者说大家选就是information system的research project 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选修课 e-health的选修课呢有两门课 其实为数并不多 那么我给大家推荐的主要是我比较了解的一些方向 首先呢是这个business analytics的方向 如果大家以后想从事BA的工作的话 可以选择这几门课 第一门90141 它主要讲解的是就是BA里面所用的excel 然后它会教授一些现行规划的内容 同时呢也会老师会要求你们做一些case study 第二个90049introduction to machine learning 这门课呢是一个 这门其实是一门IT的课 它比较的难 它主要讲解的是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机器学习的算法 以及如何实现的一些概念 然后90086主要讲的是就是数据仓库 它需要你先学过数据库这门课 然后等你对数据库有一个比较就是了解 或者说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的时候 你再选择这个数据仓库 相当于对相当于数据库的一个境界 然后这个90044thinking and reasoning with data 这门课是一门纯统计学课程 它会教你统计学的基本概念 比如说假设检验 比如说一个那个线性回归 以及逻辑思想回归 然后这门课呢会学R语言 它tutorial里面会教你如何用R做一些统计的一些分析 第二个我给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分支是IT的课 就是我们除了可以选IS自己的课之外 我们其实是可以选IT的课 就是只要你给coordinator发邮件说你想选这门课 在coordinator同意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选这些课的 然后这四门课里面最后一门课 是我们IS同学也要学的 其余三门课呢 第一门90041主要讲解的是面向对象语言编程 主要教的是那个Java 它是建立在python的基础上 也就是等你学了python之后 如果你想对这个面向对象语言有一个比较了解的话 你可以学这门课 然后是90038这门课主要是算法 它讲解的是一些基础的算法和数据结构 一些基础的排序算法 一些基础的数据结构 比如说数和图 这门课呢是一门比较偏数学的课程 它要求你对数学以及逻辑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 9007呢主要讲解的是计算机网络 讲解TCPIP协议的一些基础架构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IT方向 有比较浓厚的兴趣 并且IT基础比较扎实的话 可以选择IT一些更高级的课程 那么这些我就是在这里呢 我只罗列了其中的一部分课程 它包括有些自然语言处理 以及这个统计机器学习 与分布式系统 如果大家对这些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Unimal of IT的一些handbook 对这些课程进行一个了解 那么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分享 以上